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一个夏令之后 我在法国还有两个星期的演出 所以夏天的这个音乐会也不会比其他的时间要少 是吗 原来以为做老师多好 有假期 其实我们看其他的行业 就其他专业吧 假期真的就是relize一个时间 但是作为像王潇老师 还有其他的音乐老师 好像都很忙假期 有音乐节啊 然后演出啊 这个活动特别特别的多 然后又赶紧回到学校的进入到教学当中 王潇老师 孟范顿音乐学员对你来讲 对你人生来讲 他是一个在你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要是画画也好 还是做生活也好 他对你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这个学校其实对我来说 也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是吗 因为我在Curtis毕业以后 当时面临说要继续上学 还是当时找有工作 我当时觉得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 而且我觉得 其实在Curtis的时候 因为这是刚出国 所以还不是百分之百 自己做好了准备 我希望再去深造一下 当时正好 我的现在现任老师 不是现任老师 就是我们现在是同事 但是呢 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 他真的是 在全美是最最著名的老师之一 我当时不认识他 但是我是希望有机会跟他上一节课 或者是能不能看他愿意收我为他的名徒 然后当时正好是因为有一个机会 是我在中国的老师 冬威东教授 冬威东教授 他有别的学生也跟Lucy学过 所以他就说介绍认识 正好那个时候已经是我的入学考试已经通过了 通过的时候 我当时不知道应该选哪个老师 我害怕他不选择我 然后一个电话就打过来了 我当时还在废长 我记得最为庆祝 然后他给我打电话 他打给你的 他打给我的 他说 我从这个冬威东教授那个地方得到了信息 说我很喜欢你的演出 我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聊一聊 看你有没有兴趣来我的这个studio 我当时就很开心 我说当然有 我一直还想找到您的联系方式 试试看能不能够我们上一节课 因为当时其实在这边和另外一个选择是在南加大 但是那边的问题在于 在所有的这些一切这些跟老师的沟通之外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需要讲运机 哦 财政房 财政房 然后这个Lucy老师她就说 你给我两天的时间 如果你要比如说喜欢来我这儿 我也喜欢你的演奏的话 你给我两天我看能不能够要申请的全奖 是吗 但一天就给我打电话 全额奖一斤加生活费 是吗 哎呦 所以这个真的是对于我来说 真的是特别的幸运 惊喜啊 不光是跟她能上课 来这边没有任何一点情绪负担 哦 那还是王霄的这个演奏啊 或是你其他方面她来评估 是她想要的这个学生 也是有这个可能 是吧 嗯 后来老师你毕业的时候老师怎么评价你啊 有没有达到他的要求 他那时候因为我最后毕业的时候 他在想我说要不然跟学校说一声 我要毕业了 因为当时我是在这个学校读了研究生 读了演奏家文凭 然后学校说 既然你这两个最高的这个学历都拿到 作为演奏家来说 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直接留校在我们的这个副中当老师呢 当时当然很开心 因为除了演奏之外 我在我的这个 我帮我老师已经教了两年课了 哦 我一定是他助教 当时教他所有的这个underbrand 哦 所以呢 就是觉得教学还可以 教学其实对我来说 相反让我拉心更好 因为我个人来说 有的时候我不把一个事情 语言化 只是说明我天生有这个 可能在我学里面有一定的这种 先天的这些才能 但是如果要是想真正意义上理解这个作品 或者怎么样去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 还是在教学的同时 我在教一个人一个曲目的时候 我发现哦 原来这个事情我还可以从里面学到一些更好的东西 所以呢 王霜呢 就这样哈 在人生当中遇到了他的这个这么好的老师 也看着了他 他也呢 不辜负老师的这一片心血 那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留在了 留在了曼哈顿做老师 而且做的自己还津津永远 人生当中啊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机会 但是这个机会看你有没有把握 这个机会还是需要你有很大的积累 才能够才能够有哈 那作为现在你有教学 也有演出 你像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和中国的环境 现在你看大家都知道 很多中国的孩子们想上美国来 来见到像曼哈顿音乐学院这样的高等的学府 有名的学校 也有很多的 美国的老师也去中国 你现在这个交流 圈子小了 对 那你要是有更多的一个期待啊 或者说想法的话 你会想这个中美之间这种学音乐的孩子们 能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构想 才能让这个你的想法就觉得那样就好了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我是从中国打了基础 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的这个音乐教育 其实真的是在全世界应该是属一属二的 但是我说为什么我又选择出国呢 因为出国这个本来音乐这件事情 西方音乐 古典音乐 就是西方的 大家在作为你真的想理解 真正最精髓的东西 肯定还是要在外面学习 所以最好的是就是把中国的这种基础训练 教育和外国的这种新的理念 包括你怎么去理解一个作品 这个作品之后之外 还有很多你需要去发育的事情 把两个人融合到一起是最好的 就是两者结合大家也讲的就是教学坊的问题 对 所以王潇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能够结合在一起 我们中国就可能出来更多的艺术家 还有一点 王潇他获过这个国际小提琴比赛期 讲讲你的最兴奋的一课告诉我们 那是那一次是哪一年 我的第一个金奖是在2012年 2012年 在布达佩斯 那个叫做原来叫里斯特音乐比赛 叫布达佩斯音乐比赛 后来呢 他们有一个小提琴的比赛 从六几年 19六几年开始 叫做西盖地 西盖地小提琴国际比赛 当时那是我跟Lucy学琴的第三年 是她介绍你去 还是你其实就知道 我其实不是一个比赛型选手 因为 没紧张 不是紧张 就是我拉琴比较随行 我的这个对音乐来说 除了我自己技术上的这个稳定性之外 我比较喜欢随着我的心情 或者有一些变化 不是完全的按着一把一眼 但是比赛这件事情 明知道你一定是做到一个 没有人能挑出来 没有人能挑出来说 这个是我不喜欢的 因为音乐比赛不像其他的比赛 它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规范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比赛 这个评委说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我觉得这种理念是对的 另外一个评委可能说 我可能不太同意 所以为什么我不是一个比赛型选手 因为我有的时候想法会在 比如说有了这个灵感以后 我会把它加进去 但在于比赛来说 就会有一定的可别性 那你那次获金奖呢 那一次其实我后来也跟其他评委说 他们说其实我们不是特别在乎 说你的这个处理 我们只是看到了你作为一个演奏家来说 你有一定的这种闪光点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金奖给了 不是他们要求的那个标准化 但是他认为你是有前景的 是吧 所以这个理念其实也是挺新的 所以这也是美国为什么跟中国的这种 所谓音乐上的教育不同 因为格式化训练出来的 总是不如你真正意义上 因为通过一些事情 从量变产生一种质变都会更好 你觉得比如说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 我们要想学小提琴 有可能吗 当然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是吗 不是手都硬了吗 我们可以不一定非要去接触那种 特别高难度 高深的 高难度技巧的那种乐曲 有很多这种乐曲 因为其实小提琴对我来说 就是跟人生特别相似 我因为我奶奶跟姥姥是唱歌的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声乐 但是我天生没有一个像人家一样那么好的嗓子 好嗓子 但是我有一个好的手 有一双好手 但是如果一旦遇到一个好的乐器 我就可以做到所有的一些我想做的事情 小提琴有没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说你的条件什么方面是好的 你所指的 王小老师指的那好手指的是什么 灵活 灵活 有没有就是说这样的手学起来比较艰难 哪一种手型 哪一种手 有的时候可能因为手指的长短 小提琴不像钢琴一定要大手 我们是就是只要是长短 基本上是一支 而且你手要有肉 其实钢琴也是 其实讲起王老师的这个音乐故事还挺多的 那我们也期待 王老师将来经常做客我们对话艺术家 给我们交流音乐和你音乐的故事 好吗 好的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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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